明星期五 歡迎收看Sky Finance Channel 我來正經 今星期大家重點關注股市跌 宣了橫行區29,88點 歐羅都同樣 連右肩都未做完 已在落敗 不過它也可能會做右肩 不明白上一集说欧元会下跌 仍然在看欧元会下跌 港股跌穿29,800元 下一个位置 未来还要加息 贸易战 500亿或2000亿美元的税收 都在兇胸 多数分析员都会踩多脚 告诉市场如何 贸易战很小事 拗完一轮就完了 最搞笑的是 今集很想谈谈小米 股市不太谈 因为继续跌 调整完也是跌 虽然好像瑞信 会上34,000 今年年内高位 甚至下34,000下跌 我当现在300,000 上高34,000下跌 今年52周低位25,000 其实就是 这位中间 选股份买 可能你心想 这次腾讯下300,000 我便借 这个你可以释除专辩 今期来说 讲小米之前 讲一下美潮峰会 上周说过美潮峰会没什么看 美国 导演普通 金正恩两兄弟突然拍拍拖头 惺惺相识 吃了一餐美饭 各自回炒 大家当聚焦 如果你跟我一样 都是 看 或者 我们很多都是 看看 不会长期追新问题 看看没看 会很集中 焦点化 在 金正恩 拜见 特网浦 这件事 拜见的新加坡 你发现所有东西都是中国 有很多中国牌资 出现了 都知道背后的大佬 是谁出钱 因为之前说 特网可能不够 不够 钱 去找酒店费用 新加坡 很愿意付 这些钱 新加坡 最大的盟友 即是李氏 最大的盟友 又在中国 好 大家好 焦点就发现 特朗普 G7 那边很快 开完 快飞过新加坡 大家聊完 好似当铺 做了很多事 连北韩都搞定了 另一边商 一日后 金仔 去了近见 为何用近见 两个字 因为 美国 当然因为 政治问题 美国和北韩 在一个比较安全的新加坡 但金仔去北京 近见 大佬习近平 看得好像 契爷和契仔 整件事 参观 科技农创员 之类之类 玩完一轮 在专机首都经常 走 好像 报告 我和 特朗普 谈了什么 大佬 下一步应该是 怎样 感觉上是这样 很大的 感觉就是 习大大在后面 指挥大局 在这 如果没有什么看之前 看到这个画面 觉得很 神奇的 整件事 没有追到 没有追新闻看 很神奇的 原来 特朗普见完 近见 习大大 这不是一件好事 与此同时 为何无端端 多了五百亿 贸易 我觉得 某程度上 特朗普觉得 衰了 很无面 有没有搞错 这样 来落 岸面 是什么意思 中国 派个使者 来和 我是个 President 最高领导人 在一个新加坡中立地方 跟我谈 是什么意思 我不够 跟习大大聊天 你派个小孩来 跟我聊天 和我探路 看看什么情况 为什么要探路 又数回之前 因为南韩和北韩 压了手 压了手 南韩也是亲密 所以下一步是怎样 这次可以探讨 不排除 中间也有谈过贸易问题 特朗普觉得自己做了很多事 因为你发觉特朗普 做少少事都很兴奋 他个人 很容易 说 例如 他三个在 打篮球 记得是在西安或杭州 偷了东西 然后 困住了 特朗普 叫他们 放回三个中学生 打篮球的校队 说到 自己很伟大 好像在 ISIS或以前的拉登 拯救了三个恐怖分子下 挟持的人 很高呼 这件事就看到他 所以他的自尊心 肯定依惑是严重受挫 所以就不白 所以立即放风 你试试我 你再报复我 做过2000亿利益 所以这段时间就困扰这件事 说完这个 所以贸易战会 令到市 可能会再压下去 因为财演就是这样的 即是见风洗坨 见他跌着 即是继续来 好 另一边 小米 大家也很 你有没有打算抽 老实实 我 就没有打算抽 很简单一件事 我们用一些比较法就可以了 或者用 即是市本身不太好 你见他有7本 为什么我会问你抽不抽 本身估值700亿 或者1000亿 打死都不抽 问题是现在好像减了 400多亿估值 你想不想抽 打了6折 7折大便宜 最重要是撤退了 小米怎么玩 我个人认为 一定是不抽 第一 你看看那些 差不多很厉害的估值 就是用估值 首先小米都是不赚钱的 到现在为说 我们想 recall 那些年 小米小米雷军雷军 讲一个 很久的一件事 但你各下用过什么 小米的东西 我们recall 童年的回忆 我发觉 不是 第一代 先做个小米一号手机 然后我记得有一个799元 如果没记错 980元 红米手机 当时简直是 智能戒机的恩物 在那一刻都难买 很难买 现在的小米仍然在手机格打响了名堂 毫无疑问 第二 就是 之后就是充电器 最近充电器 可能你也买过 小米的充电器 最后就是OEM 不知大家有没有印象 因为 因为价钱越来越便宜 越来越厉害 当时推出已经很厉害了 由2000 2000 AIMS AMH 然后到5200元 大家记住不要买那么厉害 你上不了飞机 你一个两晚上不了飞机 特别去美国那些 你买一万多 别想 很厉害 充电 你拿走来电话来 我一步充电你四步 你拿这些东西 拿去打扮 好了 好了 他风光过的 不是说他现在不风光 他在香港来说很热的年代 就很热 但那个热潮好像过了一段 就没了那件事 小米的策略 就是先做硬件 硬件不赚你钱 博软件赚你钱 所以他在很多年前就收购了金山软件 在软件上配合手机 有防毒 如果你说比较 其实我比较喜欢金山软件 多过小米很多 金山软件是 你用什么机 我都想用 但即使我用苹果 我都是用金山软件的软件 没有所谓的共用 中国人是这样的 很大碍 什么都跟你分享 然后用硬件 给你 希望在软件赚钱 问题是否可行 很多集前我说过Lenovo 是很想做一件事 收购完IBM做了硬件 现在想做什么呢 想做big data 想做人工智能大数据 用软件赚钱 制造内容 但你可否这么短时间 去做这种类型 和现在很强劲的 Amazon Google 去抽 这是另外一个说法 国内都有很多 大数据公司 包括腾讯 百度 是否够抽 这些软件 当然收了金山软件 是另外一件事 我不是说到 小米 一文不值 他其实有很多好东西 但最近在某大的 电器店 经过门口发现 有些白色的电器 卖 好像挺英俊 很前卫 一看 小米智能家居 不知道有什么 好像有泪水器 有电饭煲 不知道有没有冷气 N年前其实这些东西都有 隔力很多年前 甚至现在隔力 都是在做这个智能家居 问题是你有没有那么有空 什么叫智能家居 就是按着你的生活节奏 去调节 灯灯光光 空调 诸如此类 当然 小米的冷气 和 电热水机 其实 好不好用 不知道 相反我觉得最近看肥妈的节目 他有部机打斜炒东西 反而那部机好像更加智能 整个机械人 我看他做拔丝番薯 心里面都觉得 真是很神奇 真的感觉到是好吃 而且很难搞 拔丝什么都很难搞 如果你不明白拔丝就上网查 是一些糖漿的东西 外面吃到百多两百元碟 肥妈没说错 肥妈没说错 自己做是划算 当然要买部机 但当你看到你的厨房 好像铃铛 你就想着自己 一进厨房 你就是Tony Stark 把器材 拿出来 这是不难的 你家里有多大 你的厨房大不大一个TVB 你可以放到那么多机器人 一进去好像Tony Stark上身 八代五代Mk5 全部都在 不知道你可以吵到多少 说回小米 如果这样比较 小米没试过 如果你有试过 请下面和听众分享 最重要的估值 先说些炒的东西 刚才也是说炒的东西 拔丝番薯绝对要炒 再说另外一样炒的东西 抽身股就不会了 再说一些数字 比较最近的新经济股 包括雷蛇 他们后面也很厉害 雷蛇有周海旋 月文有平安 平安号医生也有平安 接着 逆阴又有腾讯 亦有其他的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好几家 逆阴 中安在线 还有 都数了 除了我上次说的那家 月文是真正的新经济股 什么是真正 真是改变了模式 不是纯粹做过 所谓交互联网 物联网 你扣一下我扣一下你就算 他真是将一样东西改了 当然因为有一本字籍的书 变了电子书 这是根本性就改的 难道你买 不是在车厂 deliver 你不用去车工所 各地叫车工所 香港只是叫运输署 在运输署登记牌宝 不用牌宝有线上搞定 然后车从天移角 彈下来 你以为Amazon 就是送到上门口 你没有改变到最根本 小米 比较像苹果那种做法 用硬件 但苹果硬件是买到你妈妈都不能 当然 小米的雷君 是一个大爱的人 他希望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用到 有苹果质素的手机 手机 不是手机 然后他叫小米 小米的意思是用少少的米 不用太多钱 就可以买到这东西 这是我说的 接下来 新经济股 平均跌 十多%是走的 抽完之后 破发下跌 接下来CDR 大家知道CDR 最劲的是中港两地一起上市 大家可能比较 集中看什么 首先 同股不同权 同股不同权 这就是 大家持有A股 B股 好像现在的巴菲特巴棍 A股是负责投资的 负责操盘管理的 B股就是享受的 大家其实这无所谓 去到这样的大小的公司 几百亿几千亿 绝对是同股不同权 我也是汇丰的老板 申报一下 我拥有他的股票 那几个年薪二千多万的就是我的顾员 但我绝对没有投票权 我那几股真是同股不同权 你去到这样的尺寸 除非你富可敌角 你想同股同权的情况下 所以其实同股不同权 有时都是 有少少的人有钱 当然 资本市场很难说 追击起你上来的时候 特别是这些大型公司 不停需要Firm Raising 小米从2010年6月开播 注册了登记 我们开一间公司叫小米 同年12月 就做了第一次融资 人家融资在香港做个start up 融了20万 100万 难过 惨过挨契弟 他不断融了4千万 还要是美金 所以这些公司都很害怕 因为经常要问洪水 新经济股跌到这样的情况 即是抽些新经济股 其实是不太可行的 特别我刚才说过 小米 去年来说 都销售不错 1000多亿 但与其买它 我就不如买华为概念估算 因为华为没上市 或是等华为上市 华为买手机5000多亿 小米好像很广泛 有说到我做软件有多强劲 但是 8成的收入 都是卖手机 但仍然要试钱 有什么亮点 上市之后又如何 我们下个星期继续说 至于 这个星期的结果 手法买 就好像 没什么好处 今集时间这么多 如果你对小米有什么意见 欢迎大家交流分享 我们下午说 中国为什么不去玩CDR 如果你不知什么是CDR 下星期见面前 我们早点供课 拜拜